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随便聊一下法国的私立学校 法国的私立学校有很多 但是平时可能过来留学的 大家是来上大学或者是预科之类的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私立初中和小学 对的 这边确实有很多私立初中和小学 特别是如果你在这个长期生活 说到有小孩的话就可能涉及到上私立小学 然后我们这是私立幼儿园 然后旁边是爱的是小学 今天他是汇报表演 所以我们学校里就组织到初中部和高中部这边过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看一下 首先他进门以后是一个林英大道 然后进去学校里边 这是学校也是比较有历史的 他为什么是私立学校呢 因为他以前是教堂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天主教的因素 它是一座一所天主教的教堂 然后经过时代的改变 改变了逐渐变成了天主教学校 所以它是一所私立的天主教学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堂 其实还是以前的是一八几几年的 然后这个是前台进门进去以后 我的第一印象感觉这不像学校 这像公司进去一下 然后座椅各方面前台 如果你家长有事什么来找学校的话 你是不能直接进教室的 你需要在这里等 然后会通知相应的人来找你 老师或者相关负责人出来以后 也是像公司一样的一个小会议室 然后你们进去里边谈学学生各个方面的 可以在这边讲看 然后这是一个十字架 也是天主教的因素 然后一些进门 有些学校的这些做学生的作品展览 我很喜欢他走廊 看起来有点像哈利波特里边的学校 然后虽然学校这所教堂 天主教学校经过不断的改变各个方面的 但是它还是保留以前的框架的 但是这所房子已经一百多年了 但是它你可以看到它以前基本的框架 这些建筑的风格还是以前那种老式的 法国的这种教堂的结构 然后里边有钢琴 可能以前是教堂还需要弹琴 传统还在 这是食堂 食堂是后面盖的是新盖的 就在环境很好 反正环境很好 操场是大概这个样子 总体来说学校不大 他学生也招的不多 厕所也没几个 左这边是男厕 那边是女厕 然后学生一些生活情况 运动场所操场 总体来说学校不大 然后呢 估计是要精细 这么个样 这么个样子 然后我发现其实 像我们这个城市学校很多 有很多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总体来说 要少得多 但是很多家长呢 他并不一定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私立学校 在我看来 个人看来 看来 如果你在法国双职工收入 只要是在三千五百块钱左右的话 是完全有能力送孩子去私立学校的 我说这也指的是私立的幼儿园私立初中 甚至包括私立的高中 我目前大概了解到的情况下的话 就说比如像私立幼儿园 每个月就是不到100块钱 这当然只是包括学校一些的费用 你进去以后呢 涉及到其他的费用 就是有一个午饭 就是午餐 如果公立学校可能更便宜一些 私立学校像我们这个孩子的话 大概就是每一顿中午饭 大概4块5左右 4.5欧的样子 所以总体来说 对于普通家庭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很奇怪 我就觉得很多 比如说像郊区的什么 他就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为什么呢 比如说因为法国是一个多文化 多民族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私立学校就能看到区别来 然后每天早上送孩子来上学的 都是基本上可以说 像我们这些私立学校 还有其他的 就是和其他的学校 公立学校不一样的 我看到公立学校 有时候早上9点9点半了 还有很多学生 一两个学生 被这个书包慢慢泱泱的去学校 好像据说公立学校的管理 不是特别严格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这边的私立学校 比如说像就这所私立学校 他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如果你一次不上课 两次不来上课 就已经马上打电话 通知家长 需要来到学校里边 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是特别严 特别闹的学生 很可能 这就是这种学校 你就需要转学了 因为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学生 他们特别注重的教学品质 特别注重距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所私立学校怎么申请呢 公立学校我不知道 公立学校好像说 有个究竟原则 只要你是住在 他这个管理片区的 你就都有权利 然后进入这种公立学校 那是私立学校 你要面试 不是 当然不是面试 面试孩子 是面试家长 像我们这的时候 是我媳妇去面试 是我对象去面试的 面试呢就简单的就是跟学校的负责人招生的时候 他会说大概会了解一下 你各个方面工作情况 为什么要把你的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 然后各个方面解释一下 大概说明一下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你通过面试了呢 然后基本上你就会可以进入到这所学校 总的来说 我对象对我 回来给我解释的就是说 总体来说呢 是这所学校来选择你 而并不是你去选择这所学校 但是说一句话 你就需要把自己各个方面的优势 或者孩子的优势给展现出来 这样呢就是私立学校 才会来选择你 我觉得学教育在法国确实很重要的 就我目前来看 学校教育和私立功力区别是非常大的